Hello 大家好 我是Laisis 不知大家平时喜欢怎样煮苦瓜来吃呢 在这么多苦瓜的做法当中 我自己还蛮喜欢用咸淡肉碎来炒苦瓜的 我很多朋友吃过这道菜都一致搭上很好吃 我今天就把它分享给大家吧 我介绍一下做这菜式的材料给大家 有苦瓜一条 肉碎大约是100克左右 咸淡一个 调味料方面有绍兴酒1汤匙 蒜头2粒 干葱头3粒 糖1茶匙 酱油1茶匙 半茶匙胡椒粉 我会把材料和份量写的说明文理 供大家做个参考 我们先帮肉碎调一调味道 加入酱油 接着是胡椒粉 把它们搅拌均匀 等水煮滚了 我们就把苦瓜放进去煮一煮 大约煮一分钟左右 我们广东话叫飞耶飞水 这样就可以去掉苦瓜的一些苦涩味 和简短之后要煮的时间 接着我们需要把苦瓜倒出来 冲一冲冷水 广东话叫做 锅要锅烂火 另外我们还需要把咸蛋蒸熟 像这样子切成粒粒状备用 现在我们开始正式炒这道菜了 我们先把肉碎放进去炒 像这样子 用中小火先把它炒熟 炒到快熟时 我们就把干葱头和蒜粒也加进去一起炒 跟着把烧杏酒也加进去炒一炒 再接着把苦瓜也倒进去炒 炒大约两分钟 再之后我们把咸蛋碎也加进去一起炒 炒大约一两分钟也是 因为咸蛋之前已经蒸熟 所以我们和苦瓜加进去炒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有点干所以加一点点水进去 把它再这样焖炒一下 最后加入糖 再翻炒十几秒 像这样子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上叠了 其实做法是很简单了 你们也可以下次试试这种苦瓜做法 保证你一定站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也喜欢 我们还会不断有更多香港美食的视频推出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